乍一看这个手型还是不错的 水土结合的掌型 三宫也是非常的饱满有肉 拇指也俊俏 非常不错的手型 但是仔细一看 小指出现严重的外皮 是说明跟子女的关系 子女的缘分比较浅薄 到晚年特别容易孤苦 同时印证这一点的 就是它的生命线 走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就没了 包括事业线也是 到后面突然就没了 这就说明到晚年的运势 变得越来越差 容易跟子女的缘分比较浅薄 常常有可能是生病的时候 子女都不在身边 但是你跟同辈和上一辈的关系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这个拇指非常的俊俏 非常的笔直 而且跟父母的关系 是体现了非常不错 但是跟同辈的关系也是可以的 你看他有凤眼纹的加持 凤眼纹就是体现在跟夫妻关系 能否忘夫新家 这个跟凤眼纹有关系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他的凤眼纹 有开口 所以说这就容易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容易怒巧成拙 这个在凤眼纹的加持下 他这个早期的这个事业和家庭的运势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开口 我们说有始无终 到后面就慢慢的出现一些 这个不太好的情况 甚至呢 有可能是大起大落 分离出来的 我就什么不行了 我product两个人